上星期三病逝的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 遺體昨天在北京百寶山革命公務火化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率領現界 和上屆政治局常委和國家副主席王岐山等領導人 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301醫院為江澤民送別 並出席火化儀式 前總書記胡錦濤也有現身致哀 今早10點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追悼大會 期間全國人民密哀三分鐘 江澤民的遺體日前由上海運到北京 其後轉移到301醫院的告別室 新華社報道 告別室上方懸掛寫上江澤民同志 永垂不撓的乞底八字還複 下方是江澤民的大福彩色遺照 遺體安餓在鮮花翠白蟲中 身上覆蓋中共黨旗 遺體正前方擺放著江澤民遺箱 黃野平率全家敬獻的花欄 段帶寫著你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遺體左前方的位置依次擺放著 由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和中央軍委 致送的花圈 上午10點在安樂聲中 神情縮目的習近平等人 空佩白花、被帶黑沙、援布來到告別室 在遺體前縮立、然後三鞠躬 隨後向黃野平等親屬表示深切慰問 中共二十大之後首次公開露面的胡錦濤 在其他人參符下沾養遺體 雙手合實對黃野平致意還握手 10點20分白明禮兵何寧走出告別室 習近平等護送遺體上鈴車 央視畫面所見 鈴車使向白寶山革命公務時 大批市民沿途站立送別 雙手仙目公務時 雙手仙目公務時 你覺得有線盡不含? 有線盡不含? 在此가지고